哈喽小可爱们 我们今天也一起画画吧 小狗是这个样子的 它们有圆圆的鼻子 圆圆的脑袋 四条腿 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小尾巴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只可爱的小狗 希望你能跟随我一起画哦 绘画的用品需要准备一些纸 和勾线笔 还有一些上色的工具 你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先画出小狗狗的鼻子 它有点像一个三角形 上面延伸一个小短线 向上画出小狗的脑袋 从鼻子的下面呢 画一个弯弯 一张的弯弯 伸出一个小舌头 小舌头呢 差不多是一个U形 一个斜斜的U形 这里跟它连上去 这个空隙可以涂上颜色 这是小狗狗的下巴 这个有一点点弧度 下来 然后收进去 一个小狗狗的脸型 对不对 把它的眼睛画出来 画一个圆 然后在这个圆里面 再画一个小圆 相当于是这个眼睛的高光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涂黑 但是由于我画眼睛的习惯不一样 我想在里面画一个爱心 所以会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涂黑它 我还可以给它加个小睫毛 三个小短弧 眼睛上方画一个小短弧 做它的眉毛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画它的耳朵了 因为这个小狗狗呢 它的 它的毛发会多一点 所以我们用一些 小弧线 来表示 它的 狗毛是比较多的状态 比较蓬松的 这条线延伸过来的地方 画一个小狐 下颚这个地方的腮帮子 小狗狗的这个头部就画好了 是吧 我们把它的这个鼻子也涂黑吧 留一点白色的高光 狗狗休闲也一样 跟它的耳朵这儿一样 要画一点这样的小弧线 从这儿开始画小腿推 一个弧线向前 画一个圆的脚底 连上去 一个小脚脚 它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给它画一点这样的 弧线作为毛发 这里画两个小段弧 作为它的脚趾 我们来画它 背部的这个线条 大概从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 向后延伸 向下一点 然后再翘起来 这样一个平的弧线对吧 向下一个弯弧向上 那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小尾巴 我也用一下这样的弧线 去来画它的小尾巴 一个弯弧 有一个转折这里 画出它的脚掌 一样 画两个小段弧 这里画三个吧 这里也画三个吧 这里也是画一点小毛发 然后把这儿用弧线连起来 中间用一个弧线 把它的肚子连起来 从这儿延伸过来 这个时候小狗狗的大型就画好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 另外两只腿给画出来 要稍微短 不能超过这条线 比这条线短一点 然后画上脚趾 可能这个面 只能看到一个 所以我只画一个 我们还可以在下面 给它画一些草地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然后感觉它在平地上跑步 好啦 我们成功地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只剩下颜色没有图了 看到颜色以后 你喜欢我头的颜色吗 它是一只奶萌奶萌的小奶狗 所以我用了比较嫩的黄色 你也可以使用作色或者黑色 你喜欢的颜色都可以 让我来教你们怎么 拼写小狗的英文吧 小狗狗的英文 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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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